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陆逊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人物 他跟随孙权40年一生出将入校 为吴国的发展立下了汉马功劳 被赞为社稷之臣 陆逊从20岁就开始跟随孙权 但一直名声不鲜 在周瑜、鲁肃、吕蒙相继去世后 才接任大都督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后起之秀 其实不是这样的 陆逊生于公元183年 比周瑜小八岁 比吕蒙小五岁 比诸葛亮更是至少两岁 都属于同一代人 只是因为周瑜、鲁肃、吕蒙名声太高 陆逊一直得不到发挥的机会 才显得默默无闻 直到荆州之战 灭掉关羽 孙权才发现了陆逊的顶级才华 开始壮用 陆逊也开始大放异彩 尤其是在怡陵之战中大败刘备 让陆逊的大名更加传遍天下 毛主席一生熟读三国 对陆逊的评价也比较多 对其非常赞赏 尤其是怡陵之战评价非常高 对这次大战 毛主席曾经批评刘备说 三国时刘备不好 还是老头子挂帅 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 又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 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 陆逊知己知彼 很会打仗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晚南事变 当时很多人强烈要求 惩治国民党反动派 给新四军报仇 毛主席站在大局上做了分析 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抗日 其他都是次要矛盾 还得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因此他与大家做了一次推信致富的长谈 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 蜀军进攻东吴 被东吴将领陆逊 火烧连营700里打得大败 其原因就在于 刘备没有处理好主要矛盾 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主席在读三国志 吴书陆逊传时 读得非常认真 也做了不少批注 一陵之战前 陆逊对敌我双方的实力 进行了认真分析 他认为蜀军来犯 长途劳累 后勤补给困难 难以维持长久 因此他决定采取 以意待劳的方针 拖垮蜀军 当时很多将领不理解 坚决要求出战 陆逊说 刘备天下之名 曹操所淡 今在境界 此强对也 诸君并和国恩 相当积木 共检此鲁 上报所授 耳不相顺 非所谓也 蒲虽书生 受命主上 国家所以驱诸君 是相成望者 以蒲有尺寸可称 能忍辱负重故也 各任其事 岂负得辞 军令又长 不可犯一 毛主席看到此段后 批注道 此司马懿 敌孔明之志也 意思是说 陆逊此举 跟司马懿 对付诸葛亮的招数一样 有大智慧 三国志 集解中 这样记载 移灵之战 陆逊乃赤 各持一把毛 以火攻拔之 一而是成 通帅驻军 同时巨功 斩张南 冯夕 及胡王 沙摩科等手 破其四十余营 对于这段描述 许多史学家 都进行过评论 比如 被称为 江南四大如之一的 钱振皇 评论说 陆逊破先祖 无他其策 指令军士各持一把毛耳 以先祖连营 皆伐山为之 故一火 若土石为之 迅其如之河 对钱振皇的这个评价 毛主席并不同意 批诸道 土石为之 亦不能久 粮不足也 亦出离水流域 直出香水以息 因粮于敌 打运动战 使敌分散 应接不暇 可以各个击破 在这段批诸旁边 毛主席又做了补充 孙权出动抵御刘备的军队数量虽少 但由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陆逊 指挥友方 在对敌我双方进行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 和判断的基础上 采取了避其风锐 激其怠惰的方针 有敌深入 后发之人 以积极的防御 寻找有利时机 便被动为主动 抓住和利用对方的弱点 一举破敌 取得胜利 毛主席的这段分析 既有战略高度 又有环境分析 也有双方实力的现实考量 远远不是大如前阵黄能比的 在这段话中 毛主席也高度肯定了陆逊的军事才能 认为是陆逊指挥友方 才是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因素